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上午 助力金砖增添正能量老同志志愿行动大会在我市举行 大会向全省全市广大离退休干部发出志愿行动倡议 积极发挥老干部的优势 主动传播福建好声音 厦门好声音 做厦门会晤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维护者 省市领导裴金家陈秋雄 陈沈阳 在下省市级老领导 左耳军 洪华生 李秀季 蔡旺怀等出席大会 会上宣读了喜迎厦门会晤彰显桑鱼风采唱译书 倡议离退休干部不忘初心 争作正能量的传播者 率先锤饭 争作文明新风的带动者 身体力行 争作热心奉献的志愿者 勇于担当 争作平安厦门的守护者 据了解 长期以来 我是老党员志愿者 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 积极参加文明宣讲 交通督导 关心下一代等志愿服务工作 裴金家等与会领导 为八支新成立的老党员志愿服务队授集 在下省市级老领导 共同按下启动球 正式启动助力金砖增添正能量 老同志志愿行动 全省离退休干部正能量成果展 以及展现我是离退休干部 心中的厦门会晤的书画作品展 也同期开幕 本台记者报道 日前 市长庄稼翰 在市政府1月至5月 省市重大重点项目调度会上强调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 要确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力以赴 抓紧抓牢项目建设 确保高质量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到5月 我是省重大 省重点 市重点 再建项目投资分别完成叙事进度的 百分之166 百分之183 百分之148.6 项目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就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逐一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张家翰要求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扑下身子 真抓实干 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制提效 一要加强策划 围绕促进产业发展 城市提升 民生改善 以产业基地 基础设施 新城新区为重点 加强五个一批补短板工程包的项目策划 持续生成一批支撑长远发展 补其发展短板的优质项目 二要强化招商 立足我市产业规划和布局 加强专业招商队伍建设 加强与企业和企业家的沟通对接 谈戏谈深谈透合作内容 持续引进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 不断提升招商引资时效 三要加快进度 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 加强统筹协调 强化业主 设计 代建 监理等各方职责 加大土地 资金 设备 人员等要素保障 优化施工组织 立体交叉推进 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 持续推进一批项目 早日建成投用 四要优化服务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 敢于碰硬 善于协调 主动靠前服务 提高办事效率 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副市长黄强 国贵荣 卢江 孟谦 张艺公 韩景毅参加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今年5月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宣布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经财政部党组批准 这个研究中心设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今天上午 研究中心正式接牌落户 未来它将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智力支持 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赵明记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艳 市领导黄强 黄世忠等出席成立一事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刘光忠主持一事 赵明记说 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建设步伐 努力打造成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相关财经政策 法律法规 经济环境的一流科研机构 成为一项沿线国家提供财经政策信息 和开展学术沟通交流的一流平台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强表示 研究中心落后厦门 是国家对厦门战略定位的认可 厦门将在财政部的带领下 与国家会计学院一起办好 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生力军 据介绍 这一研究中心将围绕会计审计 金融经济 财政税收等主题 开展前瞻性研究 开展中国企业走出去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官员 与企业请进来专题培训 开展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研究生教育 并不定期举办一带一路主题的 国际论坛 在首届一带一路财经发展论坛上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模式 是探索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尝试 有经贸这个路才会畅通 应该说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 无论是从贸易投资各个方面 那么这个合作都是从发展的视角来说 都是既促进我们 也能有利于带动其他国家发展的 所以在后面的过程中间 要抓紧完成比如说规划的落实 比如说各方力量的统筹 比如说产能合作的推进 本台记者报道 第九届海峡论坛明天拉开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于正升将出席 今天下午论坛组委会在下 召开新闻发布会 目前大会活动青年交流 基层交流经贸交流四大板块 共21项活动 以及同期举办的15项活动的筹备工作 已经就绪 本届海峡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 广泛性的定位 围绕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主题 精心策划和设计30多项相关活动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亲民党新党 五党团结联盟等政党代表 和台湾有关县市代表 台湾主办单位代表 以及台湾各界人士等8000多人 将应邀出席本届论坛 作为本届海峡论坛的重头戏 论坛大会将于6月18号上午9点 在厦门人民会堂举行 其中大会两岸嘉宾访谈部分 将以两岸交流30周年为主题 邀请高金素媒等6位 两岸交流30年来 颇具代表性的嘉宾 聚焦台海变迁 畅谈心路历程 和往年相比 本届论坛新增了8项 推动基层交流和青年交流的活动项目 活动也更加注重汇聚两岸民众智慧 不仅首次设立网络平台 向台湾民众公开征选 海峡论坛活动创意方案 还举办海峡论坛金点子大赛活动 征选台湾优秀创意 纳入活动安排 以民众需求为导向 本届论坛继续扩大交流界别和领域 将围绕公卿富三大品牌 姓氏宗亲 同乡社团 民间信仰 大陆配偶等四大纽带 文化教育 医疗 法律 工商等五大领域 和农与水利 乡镇村里 社区协会 公益慈善等六大基层组织设计活动 此外 论坛还将继续服务青年双创 举办海峡青年论坛等活动 并将面向台湾青年 推出2600多个就业岗位 600多个间隙岗位 和3100多个创业席位 服务两岸青年 特别是台湾青年 来大陆就业创业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服务青年双创 是本届海峡论坛的一个重点 而近五年来 厦门充分利用 五元优势和政策优势 为台湾青年营造创业 就业和生活的温馨环境 信了越来越多的两岸青年 带着项目 带着技术 带着创意和梦想 来下创业发展 今天我们就走进 国家级的两岸青创基地 去看一看 在厦门工作生活的 十二万台包里 有一半以上是青年人 他们意气风发地 投入到各行各业当中 这里不仅是他们创业的热土 更是两岸青年竹梦的大平台 云创之谷是厦门四个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之一 几个月前台商二代 李拓把在大陆创业的落脚点 从北京迁到了这里 创业方向也从文创设计转向电商领域 现在的项目是做互联网电商 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地方 是可以发散到全大陆的市场 那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想要嫁接一些台湾的设计资源 所以觉得厦门的这个地理位置 是非常理想的 一个免费的工位 一台电脑 还有一群带着项目 带着技术 带着创业而来的两岸青年 李拓播化的事业蓝图 即将从这里展开 李拓说 在台湾青年人创业的风潮才刚刚兴起 而厦门提供的一系列 鼓励双创的政策福利 应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到 设计文创这一块 现在台湾很流行 现在厦门也非常重视这个的 所以这个东西 有没有可能去做 就是更多的这一方面领域的人 跑到厦门来注点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课题 这边满怀憧憬的台湾青年 来到厦门试水创业 那边有着几十年两岸经商经验的 女企业家们 创办了海峡女子创业基地 为更多台湾姐妹和她们的下一代搭桥铺路 如果她愿意来 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照顾她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以母鸡带小鸡的心情 那尤其能让我台湾青年过来 少走弯路 目前我是有22个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入住各类台湾创业团队400多个 创业和就业的台湾青年1000多人 市委市政府还成立了 厦门市台湾青年创业就业领导小组 25个部门全方位指导和推荐 我是两岸青创基地建设 主要是我们提供跟台湾青年 这个全程的创业服务 还有帮她寻找这个客户啊 这个公共资源啊 还有人才啊市场等等 现在很多台湾青年啊 踊跃的到咱们园区来 五年来 我是对台交流更加紧密 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 先行先市108项创新政策 一区三中心建设加快 五年实际利用台资 17.8亿美元 一批重大项目落地 社区 教育 医疗等领域 对接交流深入推进 不断书写着两岸交流的新篇章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第九届海峡论坛的系列活动 已经在我是陆续展开 上午由志工党中央主办的 两岸社区服务肯谈会开幕 志工党中央副主席严小培 在致辞中表示 最近三年 肯谈会以社区服务为主题 有点极面 经历了由社区服务的一般性探讨 到社区服务的参与互动 再到共享成果的过程 推动两岸社区合作项目相继启动 合作协议陆续签署 两岸共识不断凝聚 取得了预期的交流成果 希望通过本届肯谈会的举办 不断增强两岸民心相通 共同为社区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本届肯谈会共分今年专题 清创育成共享发展 社区专题 公益互助幸福社区 妇女专题 和美社区上美人生三个专题 大会还签订了促进两岸创业发展 与提升社区服务交流的相关合作协议 作为海峡论坛系列活动 肯谈会已成为志工党 促进两岸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之一 得到了两岸同胞的认同和支持 我想借由这种社区的肯谈 更能够深入两岸的民众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了解 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对日后两岸和我们的合作 共存共荣的发展 应该有极大的帮助 省市领导薛卫明 陈永玉 出席开幕式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今天上午 传家训 郑嘉峰 两岸宗亲 海苍行系列活动启动 传家训 郑嘉峰 两岸宗亲 海苍行系列活动 包括海峡两岸中医药文化展示馆 开馆典礼 青椒开台文化公园奠基仪式 家国情两岸艺术展 传家训 郑嘉峰论坛等多项配套活动 是领导林文生 孟谦参加启动仪式 作为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午 嘉国情两岸艺术展正式开展 集中展出了六十多件书画和十件雕塑作品 书法作品抄录了颜世嘉训选段 以及郑成功 林泽徐等名人的诗词精选 上午 海峡两岸中医药文化展示馆 也在海苍开馆 这个展示馆建筑面积2550平方米 是全国最大的中医药文化展示基地 展示馆内展出各类展品文物128件套 结合现代科技全面展示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展示馆中庭主墙高八米的药字墙 有1500块年轮皆处在中心的木块组成 主墙背面是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制作的大型计划 奉明台海 寓意两岸和平 繁荣昌盛 它在今年4月进行施展以后 就得到了海内外嘉宾的共同赞赏 这个中医药博物馆的建成 也为中医药文化走向一带一路 走向世界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第九届海峡论坛 乐业两岸创想未来清创先锋会活动 在厦门自贸片区海苍园区举行 活动中 想双创两岸文化科技创意展 吸引了两岸35个青年创业企业参展 设有机器人区 VRAR体验区 无人机试飞区等八个专属区域 另外有九个项目进入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决赛进行角逐 台湾创业青年陈伯凯是第一次来厦门 这次他和他的团队带来了应用于VR上的空中签名验证技术 跟我们同辈的刚初创的这些经验的交流 包括说跟更有经验的一些成功的一些创业家的交流 包括说我们遇到了困难 然后他们以前遇过怎么解决 然后激发我们这些想法 其实都蛮有机会帮我们突破门槛 三天时间里将有来自两岸的上千名青年创业者 参加这一活动共谈创业理想 我其实是蛮赞同 我也蛮认可说年轻人到厦门来试试看 厦门有它独特的条件 离我们金门近 台湾年轻人来那个成本是低的 台湾的年轻人如果能够到大陆来走走 看看都挺好 特别是如果要在这创业 虽然不容易 那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磨练 副市长孟谦参加活动开幕式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由唐山发出的两列十二节地铁车厢 通过火车机车牵引 顺利开进了厦门国际物流港 我们请夏天介绍一下 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解编吊庄后 这些地铁车厢将通过专用大型平板货车 运输到厦门北车辆基地 这样的铁路加公路连运方式 在福建还是第一次 这次由唐山发出的地铁车厢 共有两列十二节 由于地铁车厢轮轨距离 与火车车厢的轮轨技术参数相同 因此铁路运输部分采取了自轮运转模式 利用火车机车直接牵引地铁车厢 在国家铁路线上运行 和以往的汽车运输方式相比 铁路运输不仅更安全 成本也大大下降 时效性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从唐山运到厦门国际游港 这个前程是2700多公里 这个4天多一点就到了 汽车运输这一块 如果是天气状况良好 这个最快也要4天 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凉 那这个时间还会耽搁 铁路加公路多市连运模式 是福建地铁车厢运输方式的一项创新 今后这样的方式也将成为地铁车厢 以及其他大型交通工具的主要运输方式 据了解 这批地铁车厢在经过解编和调装后 将通过专用大型平板货车 运输到厦门轨道集团公司 厦门北车辆基地 投入到厦门地铁一号线的运营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陈彦霖报道 围续四天 每天两场的当好东道主 积极参与厦门会晤 集中宣讲活动今天结束 今天上午和下午 宣讲团成员分别深入 同安区和祥安区 为机关企事业单位 街道 社区的工作人员 以及志愿者们做宣讲报告 大家纷纷表示 要将学道的知识落到实处 当好东道主 我们会把这一个整个理念 在我们的学校 进行一个前方位的教育以及推动 有了我们的齐心协力 通过厦门会晤这个窗口 会让世界看到一个 有大爱 有品格 有力量的文明厦门 据了解 各区各部门还将继续组织开展 全面宣讲活动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今天从集美去了解到 集美对90个项目工地的整治提升 已基本完成 一个个建设工地 变成了城市街边的亮丽景观 在中国数码港海西运营中心 项目工地一眼梦去 整节美观的工地景观映入眼帘 从外面看 工地围挡变身 米南风格的艺术围栏 喷绘了试花试树试鸟图案 每堵外墙上和小手架上 都安装了降尘喷灵头 走到工地里 每条路都铺设了钢板减少阳尘 在现场的道路方面 钢板道路的投入达到了百分之百 步道砖的投入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并且在道路中 全部采用的是人车分流的方式 确保了行人工人上下班行走和车辆行驶的安全 像这样经过形象提升的做法 已经覆盖了集美90个项目工地 除了符合辖区的整体整治提升要求外 不少项目还自加压力 投入成本进行降尘降噪措施的改进 比如这个位于内宁社区的齐绝商业中心项目 不仅在靠近施工主体处设置了雾炮机 进出车辆清洗设备 控制阳尘污染 还把原本污染较大的一个分散的水泥搅拌处进行了整合 建设了一个适用于整个工地的综合搅拌楼 一般工地是采用每栋 每个分开自己的搅拌 然后我们工地是采用一个点 比较大型的那个搅拌机进行 整个工地全部进行搅拌 一个是集中控制了防尘云 第二个是大量的减少了水泥和材料的浪费 经过半年多的综合整治提升 集美在建工地景观提升工作 在五月底前已经基本完成 全区工地落实五个百分百 即工地百分百微档 工地沙土百分百覆盖 工地路面百分百硬化 出工地车辆百分百冲击车轮 以及暂未施工地块百分百绿化或覆盖 接下去就是为了落实长效机制 在建工地就按照这个模式落实 本台记者报道 本月是全国第十六个安全生产月 近日市港务管理站在国际邮论中心 举办防暴消防应急演练 现场模拟邮论中心安保人员 在下谷航线售票大厅巡逻时 发现遗失行李箱无人任命 怀疑是危险爆炸物品 安保人员立即按照防暴应急处置流程 疏散理科 拉起警戒线 不到两分钟在后船大厅这段近百米的区域 迅速完成了清场工作 这个可疑的行李箱被安全处置 随后各餐饮单位还在后船楼内进行水枪灭火 灭火器灭火等消防应急演练 昨天 祥安表彰50名零违章达人 包括10名摩托车类 10名营运类 以及30名非营运类的零违章达人 并启动祥安区交通安全示范村区创建评选活动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